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我们华人他们在理财当中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 尤其是我们在加拿大生活的华人 他们有特定的一些属性 能不能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在加拿大生活的华人 或者是华裔在理财过程当中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 我们做这一行大概你知道做了20多年了 在20多年中间前面几年我们主要做主流社会 因为当时的华人在加拿大比较少 尤其是说国语社区的比较少 所以从97年开始我们注意到了很多华人朋友 移民到这来以后 在理财顾问中间在理财这个自己当中 做了一些自己不太熟悉的事情 比如说首先来讲 他们认为只要有到钱就到银行去 是 可实际上在加拿大这个金融体系中 上次咱们过去讲过四大板块 银行 投资 信托 保险公司 这四大板块中到底你选哪些金融机构为你服务 这是你要做的功课 要看你的需求和他们所提供的项目的特点 那比如我们在这点要跟大家讲什么呢 就是说你选一家公司 这个公司必须用中国话叫信誉卓著 对 那信誉卓著的话在加拿大的这个大的保险公司 大的银行都几乎都是百年老号 都和加拿大的国家的历史差不多 那就换句话说 这百年来的锤炼 他们的信誉应该是可以 但是要现在选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银行或者保险公司 它又是个评级 就到底它的实力怎么样 它的级别如何 那你比如说从评级 最权威的评级是美国的叫 Standard and Poor 中文叫标普评级 标普评级的话ABC对不对 那最说的银行系统呢 咱们这五大银行都属于A的系列 那这个都没问题了 A就叫strong 就是很强了 可是在加拿大还有几家保险公司 是两个A 就是比银行还要强 那就是一般我在这里面提醒大家 就是说你去做哪公司为你服务 你只要能跨到A的边界 你这个公司的信誉问题就不是太大 这个就是选择公司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知道我们就是选择的公司 它是什么样的级别呢 那这个级别呢就是你自己也可以上网去查 就标普网去查 点到这个公司它什么级别 都有最新的资料 但是更重要的是的话 就是你选择一个好的理财顾问 这些理财顾问从他的职业要求上 就应该告诉你 给你讲解清楚各个公司 它的历史 它的信誉度 然后它的特点也给你讲 那我们都知道 在我们的这个加拿大 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理财 保险的这种公司 有西人的有华人的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选择到一个 适合自己的理财顾问呢 那在这一点上我们一般来说 他是不是个顾问 他还是个推销员 用这个比喻就可以这样比喻 比方说我现在呢 我去卖这个药 我就想卖给你 我卖给你我就赚钱是不是 是 我就是个卖药的 但是在衣物上面还有一个叫医生 医生不卖药 他给你好卖 给你诊断 然后给你开厨房 你拿了个厨房 到那个地方去买药 还到那个店买药 那是你的事 对不对啊 也就是说这个 做我们这个行业也有类似 就是说你这个从业人员 是在做金融产品 是你只是做销售呢 还是说作为顾问 做策划 给你诊断家庭财务的问题 给你提出方案来 那么既然能够诊断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话 有支撑 那你比如说在这个 曾哥的会计人员 他有CGA CPA 或者CA 都是会计的支撑 那在我们的行业呢 有CLU 叫特许保险顾问 CHFC 叫特许理财顾问 那还有Wealth Coach 做财富教练 等等有这些支撑 哪怕只有一个也行 那在我们从业人员 很多朋友呢 都是为了自己 为了谋生 为了工作 就很少有机会 来读这些课 非常难 有的语言上可能有障碍 所以在我们的行业中呢 具有支撑的 还是非常少数的 所以呢 我们是选择这个 财务顾问 其实是顾问和这个 推销员还是有区别的 两个事 对 顾问呢 是给我们的这个 真正的是为我们的这个 考虑 然后给我们做这个计划 量体裁医 对 量体裁医 没错 那您刚刚说到 就是说 如果我们选择了一个 比较就是适合的 这样的一个理财的顾问 那我们怎么样去 跟他沟通 然后选择一个 或者是制定一个 适合自己的 这个财务计划呢 那这个财务计划 首先这个顾问 就像号卖 就像诊断一样 它跟你在一块座谈 甚至帮助你制定 你的短中期远期计划 根据你现在的 总资产和总收入 和你家的开支状况 生活方式等等 设计一套方案 然后这套方案 在最佳的条件下 达到你的目的 这就是财务方案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贤总 我们怎么样才能知道 就是说很多的 我们这个华人的企业家 他们的这个 其实财务呢 其实怎么说 他们知道怎么赚钱 但是并不知道 就是说怎么样去 这个守钱 或者是以前生钱 就是说财务方面 出现一些这个问题 但是其实他们 自己心里面 不是非常的清楚 那怎么样才能 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华人企业家 才能知道他们的财务 是否健康呢 那就是说 像这个情况 知不知道能健康 这就是过去 我们专门讲过一集 叫财务体检 那你要是身体要体检 财务要体检 那财务体检以后 过去咱们也谈到过 就像你这一盘棋 这个鞠马炮放的地方不对 那就要专业人士 帮助你重新布局 重新组合 重新调整 使它为健康起来 那如果你不去做 在错误的轨道上 继续再走 和你的目标 就会差距越来越远 所以这个财务规划很重要 那么刚才就说 这个其他的基金 比如说你选择 什么样的基金项目 那中国的华人朋友 在做这个什么门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跟他讲 他很少问 因为他不太懂 那就是说 你比如说 你现在去买个基金 那就是在电视上 观众去买个基金 我建议大家 问最起码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这个基金到底 有多久的历史 如果这个昨天刚开个基金 你最好离它远一点 怎么讲 因为它没有历史 因为它这个投资班子 有没有水平 管好这个基金 你没有记录 就像我们在招一个人 要看你的resume 靠你的履历 对不对 最起码这个履历 有一个简单的 可以个参照物 到底你怎么样 那同样这个基金 要看得有多大的量 在加拿大人口很少 最少这个基金 要一个亿 如果这个基金里面 现在只有一块钱 你敢放十万进去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量和这个历史很重要 同样的 保险产品更厉害 你这个保险产品 你不是要选一个 光级保险公司就可以了 更重要的选一个保险公司 这个产品 因为我的钱就进到这个产品 它那个产品好坏 和我没关系 是我一定要选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的话 根据历史的经验 它要有五十年以上 它要有十个亿以上 这样你才放心的投入 那刚刚您也提到了 我们的这个 怎么样去选择这个保险 以及怎么样去选择这个基金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理财的 这个途径 不光是可以买这个保险 买这个基金 那还有哪些途径呢 算是这个理财呢 这个理财的项目很多 八仙过海隔险生通 就看你的自己的 风险承受能力 你这个对这个税务的 它利用它多少 从这几个方面去衡量它 比方举个例子说 探到税务问题 这个项目回报百分之十 上税了以后 剩了个百分之六 那个项目回报个百分之七 它免税 你说你要哪一个呢 那还是要这个七的 可听起来这个十十虎高 但是这个十呢 可能有风险 这个七的风险可能低 就更衬托出来 这个七更好 所以说我们还是需要 懂一些这样子 基本常识 基本常识中间呢 就是说我们作为华人 要提高自己的 成为一个聪明的消费者 要周向随俗 要懂一懂这儿的法律 这个法律 比方说这个基金公司 有些朋友说 他说怎么会儿 他给融资 那我说你去研究一下 这个公司是不是在 安生征监会 给它批准过的 批准过的就是有监管 那相对来讲 比较遵守规范 那如果这个公司 是个人私人成立 它的名字也叫过 什么金融公司 你要小心 他所给你保障的 政府是不会监管的 那就力度很小 风险很大 在过去咱们华人 出现好多丑闻 不就这样发生的吗 另外还要懂点什么呢 金融知识 那一个人说 给你回报 那么高的回报 还是保证的 这怎么可能 如果这个可能的话 人们为什么把钱存到银行 只给他1%的回报 还在这存呢 也就是说 金融知识和法律知识很重要 另外自己的 在自己投资回报中 科学的 务实的 期望值很重要 所以最后能不能给我们的 这个华人朋友 一些建议 就最后 画龙点睛一下 在这个理财当中 大家需要注意些什么 那就简单的 再总结一下 就是说 你首先选择一个 知力 信誉度比较高的 金融公司 或者银行 或者保险公司 第二个的话 你找一个顾问 就像个医生似的 经常给你好卖 经常给你调整配方 这样的很重要 同时的话 你自己在没有好的 理财顾问的时候 你多一些知识 金融知识 法律知识 常识应知识 这都很重要 好的 那今天非常感谢 我们贤总 给大家带来了 这个华人理财当中 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和事项 好的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 活在五点的 国语嘉宾访谈 就是这些内容了 感谢贤总 也感谢电视机嫌的 观众朋友们收看 好的 我们进一段广告 稍后见